5月9日,意大利瑞安商会第六届换届,即成立20周年庆典大会,在米兰新西尔大酒店隆重举行。 西西尔会议厅,灯光以拟,花团紧簇,笑语欢声。 卢西华先生众望所归,当选新一届商会会长,中国驻米兰总领事刘侃,米兰市长萨拉等到会祝贺。 这是米兰市长上任后首次出席华人侨团换届活动,瑞安商会,不简单。 米兰大都市副市长米凯拉,特莱萨诺市长法比欧,一中有协会长波赛利,中国驻米兰副总领事张凯斌, 米兰领区侨团代表,华侨华人代表,意大利友人及瑞安商会成员等400多人参加了庆典大会。 时隔两年多的米兰领区侨团大聚会场面重现,令人不胜唏嘘。 庆典大会由商会秘书长李小荣与知名主播周杰主持,商会执行会长林瑞旦宣布庆典大会开始。 会场奏响中一两国国歌。 现在我双共第六届意大利瑞安商会广键庆典大会现在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李小荣与知名主播周杰主唱 李小荣与知名主播周杰主播周杰旅视频繁词方将其影响中一共有后世。 其男人共有度的温査照 华侨华所有音乐 能量度主播周权和谈復比具体。 可以 Brennan总组合谈 李小荣与知名主播周杰主播周杰, 新院会长卢西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 他回顾了商会走过的20年不平凡的经历 对米兰总领事馆和米兰市政府对商会的支持 对广大同仁为商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 他说 在此我尊重承诺 绝不辜负各位同仁对我的信任 一定秉承商会宗旨 不忘初心 砥砺 勤血 为维护僑胞合法传义 推动僑胞市役发展 为促进中一两国的交流与合作 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工作胜利 家庭幸福 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中国驻米兰总领事刘侃 米兰市长萨拉 米兰大都市副市长米卡拉 米兰工商会长周立新 一中友好协会会长波赛利等先后致辞 对意大利瑞安商会成功换解 对卢西华容认新一届会长表示热烈祝贺 对瑞安商会为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繁荣 推动中一友好关系的发展 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 米兰市长萨拉特别感谢商会 在意大利疫情之初 对处于最艰难时刻的米兰的慷慨捐助 称赞商会成员们完美诠释了米兰的创始价值观 勤奋创业 慷慨团结 意大利瑞安商会执行会长赵焕青 宣读了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贺电 第一常务副会长潘宋炮 宣读了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贺电 监事长徐日勇宣读了中国侨连贺电 办公室主任吴义学宣读了中华海外联谊会贺电 账务总监黄伟杰宣读了中华文化学院贺电 执行秘书长林杰宣读了第六届意大利瑞安商会顾问 特邀嘉宾和新成员名单 意大利瑞安商会会长卢锡华 执行会长赵焕青等为商会顾问颁发证书 为更好的服务屡一瑞安级侨胞 促进商会会务工作发扬光大 瑞安商会在米兰华人区购买了永久会纸 庆典大会上 商会向捐款购买会纸的人员颁发了荣誉证书 难忘这个美好的夜晚 难忘意大利瑞安商会第六届换届庆典大会 难忘久别重逢的喜悦激动 难忘这段特殊的岁月 宾主共同举杯 庆祝意大利瑞安商会第六届换届庆典圆满成功 预祝吕义华人华侨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推荐 推荐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